残障人就业计划推出头5个月 已经有40家公司为100名体账人士提供工作机会 新加坡协助残障人自立局今天第一次举办技能培训展 帮助更多体账人士加入职场 记者吴良祥报道 歌曲倒进了心中的伤与痛 势力只剩20%的黄佳文 尽管拥有词曲创作文凭 找工作却四处碰壁 过去两年找不到工作 没有人邀请我的心情很无奈很难过 所以写了这首歌 幸运的人可以帮我找工作 他们也有训练班 他们的work prep course 可以教我们怎么写 resume 新加坡协助残障人自立局 推出的残障人就业计划 或政府拨款3000万元 资助雇主改善工作场所设施 和提供更多培训机会 计划自4月推出以来 反应踊跃 到目前为止有40名新的雇主 雇主在参加了学徒计划 以及工作设计计划过后 就能够再聘请每一名残障人士的时候 获得7000元的津贴 那么这是双赢的 对残障人士来说 也能够降低他们入行的一个门槛 继技能培训展来临11月 当局将会举办本地首个 提倡人士职业展 预料会有10个业者提供超过200个职位空缺 包括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相报道 感谢观看